有问题的话 其实我就增加 在开头是增加这一行 其实这一行还蛮有用的 以后如果说你要 一执行程式先删掉旧的 因为有时候你下载旧的东西还在 那会变成说会有重复的资料 或者是他有时候不会盖掉 但会跑到右边去会乱掉 所以也许你就加这一行 这一行还蛮好用的 意思就是全选删除旧的资料的意思 然后再开始帮你把它全部跑 跑的话一个Fall回圈 那里面做一个逻辑判断下载 那其实我只有改这边 那个I的值 然后这边另外这一行 其他的话就是删除列 资料剖析 AutoFits 这样子就 那另外底下还有个精简版 那我刚刚讲过 其实程式写完之后你会发现 光录制的这些东西 其实就非常冗长 那但是呢 其实里面只需要保留三行就可以 像这边大概十几行吧 其实真的需要的只有三行 但是呢 你不能随便删 你想说老师我随便删掉 那可能就不跑了 所以你要删对东西 那哪一些是不需要的 其实我后来试的结果 原来的程式 基本上 它是 这么冗长一堆 对不对 那实际上真的需要的 大概就是WIS底下的 其实它里面 它是利用一个叫 query table 的一个物件 query指的是查询 tables指的是表格 顾名思义 就是帮你在网页里面查什么 查表格 那所以里面会有个参数 不知道客人有没有特别注意 叫web table 第5的话 意思是这个网页 我要把这个网页里面 第5个表格抓下来的意思 所以以后 假如说你这个网页里面有很多表格 你都要的话 那你可以第一个 第二个第三个 你可以用复数的 它也可以帮你把好多表格全部下载下来 那其实呢 其中 那个我们需要的这一行 UIL一定要给它 这个没有问题 放哪里一定要给它 那从command type底下 一直到哪里呢 一直到web table的上一行 其实这几行怎么样 你可以勇敢的把它删掉 因为它基本上用不到 只需要那个 就是formating formating意思就是说呢 你要不要把网页上面的格式一起带下来 那这边预设是不要 如果你要的话 你会放在网页上的那个 网页的所有格式颜色 丢下 奇怪 怎么全部都跟得下来 如果你把这一行删掉的话 那它就会把格式也一起带下来 OK 然后这一行也一定要 因为你要抓 刚好是第5个 为什么第5个 打勾嘛 打勾它自己帮你抓的是第5个 OK 然后呢 另外就是这些也不需要 只要留下什么 这个 background的query 它有个refresh refresh就是把它抓下来的意思 所以这些也不需要 OK 所以其实我后来试了结果 其实 底下只需要三行 其他可以删掉无妨 当然最重要是能够run 我们来run一下 如果可以的话 如果不行的话 那就是要测试 其实为什么我会知道 因为我反复测试了很久 我不知道测试多久 没事的话就试试看就对了 所以这个是试验的结果 中间可能不知道花了多少时间 得到了心得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它会先把旧的删掉 所以基本上执行这一行全部删掉了 再来让它全部跑跑看 会不会把资料全部下载 也保留原来 跟刚刚一模一样 如果有一模一样就有 那这三行就只一模一样 有没有发现 所以如果你要让程式更精简的话 其实呢 刚刚那些东西你都可以把它砍掉 剩下这三行就搞定了 所以你会发现 突然间那个程式变得很清爽了 头尾都看得到了 所以以后的话你甚至可以不用重录了 打这个来当范本 直接就可以抓网 网页上面的资料 OK 所以这个部分提供我可以当范本 以后的话 直接拿这个来用就OK了 是可以用的 好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就是我们可以把程式再做精简 那接下来后面 就有同学会说 老师我的需求不是这样 我不想要让所有的资料放在一个工作表 我的需求是一个分页 比如说有16页嘛 那我的需求是 我希望呢 他下载一页就放一个工作表 下载一页就放一个工作表 OK 不过这个部分 当然我跟各位讲 这是属于比较进阶的范畴 但是我可能开个头先让各位知道一下 这边呢 会用到一个物件叫序迟物件 S H E T 加 S 序迟指的是工作表 工作有物件 所以呢 如果你要一个放一个的话 那你就用序迟 里面有个叫Add Add 新增一个工作表 之后的话呢 你要重新命名 给他叫123456 好了 那你下载一 就是新增工作表之后 再去下载到里面 OK 所以理论上 你可能会需要知道 那当然因为这程式稍微比较 冗长一点 所以你可以开一个 新的模组好了 那请各位可以参考 因为这个程式 稍微复杂一点点 不过也没有太复杂 将下载资料分成16页 那我这边有两个范本 一个是 批示新增工作表 一个是删除旧工作表 那这两段 我先demo给各位看一下 然后再做一个说明 因为今天时间可能不太够 不过至少给各位开个头 以后你至少有概念 因为很多同学说 老师我很想要学那个 批示处理工作表 然后他很想教 可是你连 一个工作表都搞不定了 你怎么还有能力去处理多工作表 甚至还有同学说 老师我希望处理那个大量工作步 指令以色尔档案 以色尔档案的分分合合 比如里面有工作表 我希望快速的变成一个一个以色尔档案 然后以色尔档案一下子全部合并回来 可以分可以合 因为你会发现实际上工作里面 每次都一堆的以色尔 可是我希望把它变一个 有没有办法可以 可是问题观念都跟我们前面所学的都有类似地方 所以如果你有前面的基础 你要到延伸后面我觉得会比较简单 但如果你没有前面的基础 你要跳到后面 那真的是很困难 所以我们按部就班 所以今天我们要跳出去 需求就是我刚刚讲的 一个工作表下载一个网页 所以第一个我们一样 for i 等于1到16 工作表还是一样 for i 等于1到16 然后 next 里面放什么 add sheets.add ok 这个地方你当然可以有add 是新增工作表 不过他会问你说 请问一下哦 你要放在哪里 那我要告诉他before的话 就是新增到现在的工作表的前面是before after是他的后面 所以我告诉他说 你帮我新增到哪里呢 after 冒号等于意思说 他要放在后面 但是你要告诉他哪一个后面 告诉他去此 去点抗意思说 最后一个啊 去点抗是总共有几个 比如说目前一个的话 那去点抗就是第一个的后面 那如果再多一个 就变第二个的后面 所以这一句话意思说 新增到最后那个的右边 就是新增到最后面 那我们新增完之后呢 再把它重新 因为新增完之后 就类似像 我们在isail里面按一下这样子 他会出现工作表多少 那你必须把它重新命名为1234 所以我们下一行其实就是什么 再把它重新命名 那重新命名的部分的话 其实就是 这边有一个name 有没有 把新增的最后面那一个名称 改成我的i 所以会有产生123 我知心给各位看一下 知心 有没有发现 123一直到16 他会一直新增到后面的意思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只要再补上什么 下载 的那个 刚刚不是有个大乐透下载 就一页下载一个 一页下载一个 就ok了 那另外的话 顺便补充一个就是怎么样 删除 那删除的话其实非常简单 也是特别注意如果是删除的话 请记得一定是反向删除 我先把这个先拿掉 那反向删除是从最后一个 删到剩下几个 剩下一个 你不能全部删 因为全部删 不行 因为一定要留下一个 那我们一样是从最后面一个 删到第二个 step-1 意思是先删这一个 再删这一个 直到删到剩下一个维持 这边的话就是续持 哪一个呢 第几个删除 所以会先 应该是这个应该是第17个吧 17个删掉 都把它按F8 给各位看一下 现在续点抗是多少 17有没有 总共是17个 从第17个帮我删掉 ok 所以这行第17个删掉 ok 然后他就帮我把17个删掉 以此类推 然后可以把它删掉 删到剩下一个 停住了 ok 所以删除 旧工作表 那所以我们可以怎么办 这边执行 它就总共会产生 后面 这边的话 这边执行 ok 16个删除 当然你想说老师 那这样子 可以新增 那也可以删除 可是问题 你切进来之后 里面有没有东西 没有东西 所以呢 其实你可以做一件事情 把刚刚的这一段程式 有没有 刚刚那一段 这一段哪一段程式 大乐透下载这一段 有没有 直接把Vis到Vis的地方 Ctrl C 然后呢 放在哪里呢 放在刚刚的这个程式的 重新命名的下一行 把它贴上 贴上之后的话 我们只需要动一点地方 它就会 把这几行 再把它back一下 缩排一下 只要改哪个地方呢 只要改这个 有没有 index page 等于1 如果你第一页下载 还是第一 所以对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I就可以了 那这个比较简单 因为它一页只会放A1 所以这边不用去管 刚刚那个问题 程式就改完了 有没有 我在name的下一行 那所以 这边我们来试一下 理论上 这样应该就改完了 全部删掉 所以你会发现 一个 下载 换下一个 换下一个 这样子的话 程式就改完了 因为今天 可能时间没有那么允许 不过至少 我把 比较重要的部分先跟 有兴趣同学可以自己玩玩看 这部分 当然 如果你对于 大量工作表的处理 有兴趣同学 这可能要在 比较后面的课程 那我只是开个头 所以最后做完 看看有没有OK 第一页出来了 第二页出来了 但是里面 当然还有个问题 它还没有 删除力好像不用 所以你只要 再call 资料 剖析 再autofix 就好了 程式不是写完了吗 所以其实很多地方 只要你逻辑清楚 再来就是说 你把程式放在 应该放的位置 它就可以 让你可以walk 所以我刚刚重点 再回顾一下 一 我把云端上面 这两段程式 一段是新增 一段是删除 然后呢 我只有在 这个的下一行 把那个 大乐透下载程式 放在下方 改一个i 就OK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 如果对那个多工作表 这部分有兴趣同学 可以自己玩玩看 当然后面 其实能够玩的 复杂的部分 还更多了 比如说 甚至还可以加一个 进度状态条 它跑多少 如果你今天下载的 资料量非常的庞大 什么时候跑完 不知道 那你可以怎么 跳出一个状态条 就跟你们平常在看 其他程式 它跑多少 它会有个百分比 让你知道 那这样子的话 至少会比较有个底 像 这个时间还算 没有那么久 有些时候 你一跑 可能都几百 几千个网页下载 什么时候跑完 你不知道 所以 有没有一个至少 让我知道一下 你跑到哪个地方 我要比较好知道 说我怎么控制 那个时间 所以这部分的话 有兴趣同学 可以自己在 针对这部分玩玩看 另外的话 我是建议 可以再找其他犯例 真的 打铁要趁热 因为有些东西 不是说 你现在记得就永远记得 其实你会 随着年龄的增长 你的记忆力会逐渐衰退 而且衰退很厉害 所以尽量像我的习惯 尽量不要用背的 用理解 因为理解之后 我以后只要按照 我的理解的逻辑 我就可以把我需要 做出来的效果 做出来 这部分提供给各位参考 我们因为中间 还一次没有下课 我们下课时间 所以时间我想也差不多了 不然今天 就先讲到这里 下一次上课的话 就会再到第五个单元 检视与参照 所以回去的话 请各位可以再看一下 跟View函数有关的单元 当然不是只有View函数 还有蛮多 像Index 像Match 像Indirect 等等的这些 主要类似资料库的查询功能 的相关函数的应用 下一个礼拜我们再继续来看 我想网络下载资料 跟多工作表应用 回去可能自己在